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属于娱乐新闻的东西 譬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微博正文 有人提议为什么不让监狱里的人强行配对怀孕呢 生一个减一年 生出来的孩子正审过不了关只能进场 又不用担心他们去考公务员影响竞争 听起来挺搞笑的 老洞开的比较大 驢子监狱的人实际上不多 所以这种配种呢不太容易 从法治的角度上来说 想解绑搞这个政策难度确实比较大 那悄悄的来一些动作 譬如说对驢子监狱中的预警 放松一些管制 这个有可能 让男的囚犯跟女囚犯 这个这个共同居住 甚至怀孕生子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中国监狱中 男女囚犯即便是存在婚姻关系 他也不会把你安置在一起 不现实 那么 另外一个说国务院关于这个建型大食物官构建多元化食物供应体系的意见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说这个意见是真的 他他有一个国办发202446号文件 如果说他是真的 这个确实大家要当心了 因为原来说这个把土豆搞成这个主粮化 是吧 第四主粮 人们就感觉到了危机 现在扩大这个 这个这个 食物官建立多元食物供应体系 我觉得能吃的好像能增加的也就是野菜 原来人们去农庄 去农家乐还挑着吃野菜 现在你要真把野菜当做食物体系类的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 国务院专门发这个文件 我觉得确实有点可怕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今天才有 明朝有一个王爷就干过这事 专门写了一本书 甚至在东亚圈子里面 包括越南 包括日本 都有仿效他扩大这个食谱的 后续的这些跟风之作 就是告诉你野菜怎么吃 中国的各个省有什么样的野菜 在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怎么样能减少它的有毒物质和苦涩的程度 今天在看到这种意见的时候 确实让人浮想连篇 然后呢 我们看到有一哥们在网上说 他发的也是一截图 他说一个王朝的覆灭 就进入这个末世的阶段 一般会有三个阶段 首先是耗空过去的积累 第二是拼命的搜机搜刮当下 第三个就是透支掏空未来 这哥们认为中共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现在化的品特别大 尤其是长期国债 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太妙 中共原来一贯搞顶层设计 就他自说自话 搞一东西 然后他就认为对全民是有好处的 你以为只是中共这样干吗 王安石搞的轻描法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感觉到奇怪 中国一直在历史周期中 不断的循环 一个朝代也就两三百年 短的话几十年也就挂了 最短的像秦朝 水朝 稍微长一点的元朝 今天的中共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情况 其实都是往朝末世 那么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你在网上经常能看到 大家各式各样的提议 你也能看到参加委员 是吧 不断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提法 有非常光鲜的 比如说公开官员的财产 也有非常无厘头的 让你感觉到受不了 比如说 李鹏的女儿 是吧 他要给全国人民建立道德档案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娱乐新闻 即便是涉及到政治的 你也不要感觉到特别惊讶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 我们看到了上网 是吧 那有一些限制 那不也就烂尾了吗 所以你不要惊讶 他的顶层设计 为什么会烂尾 不是今天才有 也不是仅仅仅存在于历史中 邓小平画了一个圈 出来一个深圳 江泽民画了一个圈 出来一个浦东 侯时代也画过一个圈 滨海 星辰 那东西就没成功 人们在笑话答的同时 你也不得不 想一想 现在咱看到的 是习胖画的圈 画的多少个了 上海自贸区 真的那么成功吗 海南自贸区到现在呼之欲出 熊海星区早就完了 一带一路呢 更是难为 所以你不要感觉到顶层设计 它就一定会成功 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这才是当权者 所要做的事 它要稳定的是证据 它首先要稳定的是草堂 所以你看到任何一个 当权者上台 都是在不断的清理 那这些清理往往 都是从严从重从快的 它的结果就一定 那么符合当权者的利益 和他们的构想吗 那不见得 尤其是在王朝末年 动作越多死得越快 因为它会乱 今天我们看到的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不要感觉到 这些人有多聪明 其实他不比你聪明 他也是在病急乱投医 他认为他的做法 会成功 他甚至也在不断的看 基层有什么反馈 我真正关注的 第一个所谓的烂尾 是春晚的央视分会场 所谓的泰山分会场 不就黄了吗 想在泰山搞什么 祭天吗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很多 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 所谓的顶层设计 不都是能执行下去的 很多在释放政策气球的时候 就破了 他就被迫往后 顿一步 他们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维持中共 在中国的永久统治 出发点是一致的 然后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把责任推给地方 中国人有普遍的明军构想 总是希望 自己看到的邪恶 仅仅限于地方 中央是好的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 下面的和尚把劲练歪了 通常都是这样 为什么 是中国人的鲁性吗 其实更多的 是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他们总要有一个信仰 总要找到一个期盼 很多中国人 一辈子活下来 每个阶段 都有自己的期盼 他们总希望 自己能活在一个 有可能幸福的时光里 所以他们面对 今天的灾难 尽可能漠视它 这个社会导致你 必须要麻木 如果你清醒 你很难活下去 甚至你会感觉到 非常痛苦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